我们书接上回 电影刚开始气氛已经相当的紧张和凝重 而整部片子一直到结束 都始终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感 带着欣慰的好人都是好的结局 坏人则非死即胜 警察故事里面的女人 即使是主角也只是穿插着 推着故事和情感一点点的往前走 杨采妮就是这样神情安然的从头到尾 演的角色是成龙的未婚妻 她同样做警察的弟弟在那次抢劫案中死去 成龙无法面对她 甚至唱着生日歌都有悲哀的不快乐 被吴燕祖套上炸弹的时候的瓶颈 到成龙要拆除那个定属炸弹的时候 他说 我知道我这样问你可能会觉得我蠢 你爱不爱我 即便他是个男人 他也有软弱之处 电影开头围剿行动 兄弟一一遭遇不测 并且被绳子吊起 成龙激进崩溃 心力被瓦解的瞬间 他已经没有办法救人 纵然竭定权力 任务失败 失去亲人的他 又将何去何从